引起民怨的还有这一桩就连接高雄陵园和屏东新园的双园大桥 在去年八八风灾部分的桥面被水冲走 公路总局先是在断桥处搭建了便桥 暂时让小型的车子还有机车可以通行 不过这个苦了平常搭客运的通勤族 以及东港黑鱼鱼的店家 因为大车不能够走便桥 往来高雄屏东至少得多花半个小时 通通通新鲜黑鱼摆在摊位前 不过客人就是没几个 老板看了实在很无奈 会出现这种情形 店家说全是双园便桥 断了他们的生意命脉 如果小台的车是都坐三个四个而已 如果一般车一百来都坐三四十个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连着的都变旧是这样 游览车无法把游客载进来 店家只能自力救济 把新鲜黑鱼运出去 不过两公尺以上大型车辆 不能通行双园便桥 就得花时间绕远路 让店家是较苦连天 其实为了双园便桥所苦的 不只东港黑鱼与店家们 更痛苦的就是天天得来往 屏东东港和高雄的通勤民众 想到高雄就只能从东港搭客运车 到乌龙下车 换搭交通部免费手行接驳车后 再到林园下车换车到高雄 平常只要花上八十分钟 不过这上车下车之间 无形间多上三十分钟 民众想到高雄 至少得要一百一十分钟 如果你是老人的话 拿个行李 你看叫他搬来搬去 你们有多残忍呢 要等双园新潮完工 至少得再等两年 屏东居民也只能继续忍受这种 费时往来东港高雄的苦日子 民事宏民生屏东报道